嗨,大家好,我是秀叔娘 今天早上去码头捡了一个大宝贝 它这个虾卖10块钱一斤 然后就剩这么一点了 15块钱我买了2斤 今天拿它做一个好吃的,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这个虾清洗干净 这个虾很多都掉头了 就是说这个虾已经不新鲜了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 不新鲜的虾应该怎么做 洗干净,把水控掉 切点姜丝 再来点葱花 拍两瓣大蒜 热锅加油 放几粒花椒和麻椒炒香 然后加入葱姜蒜 然后放入火锅底料 小火炒出红油 炒香以后放入虾 大火翻炒 测了一下 这一锅虾一共有两个好虾 就是像这样的 一共就有两个,还有再一个在这里 所以说这15块钱花的有点不值 以后不能太便宜 把这个汤汁炒干 虾呢就变得特别的酥脆了 然后关火 装盘 一道下酒又下饭的黑暗料理 麻辣小虾就做好了 我想老公应该特别喜欢吃吧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